這是什麼 當年的時光芒芒的 有你問自己的夢想出去的 進展完夢想 開 其實對我來講我覺得 坦白說啦 微電影因為它的製作時間短 又快 簡潔 其實對於台灣一些導演來講 是一個在平常沒有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是可以一個 是一個可以訓練自己的機會 那麼 除了訓練自己之外 導演們也可以 藉著拍攝微電影 賺一點微薄的生活費 這個對台灣導演來講 是很重要的 我很高興阿信之後我沒有失業 還有工作可以 沒有我覺得微電影它短有一個好處 它有一些題材我可以拍 就電影 要拍一部電影不是這麼容易的 它會有很多市場上的需求 可是微電影不是 我可能有一個很不錯的idea 我就可以在短短的之間把它實現出來 我是這麼樂觀的看它的事情 這兩次的經驗其實真的都跟拍電影一樣 也不會像你們所說的就是有點粗糙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其實越短越精緻 然後越精美 對而且它會分成差不多三集到四集 對所以我覺得 就會有讓人家一種期待感 然後看著一個精緻的小東西這樣子 韋醫生在拍攝期間是不是有腸胃炎 對就是腹瀉 因為從新疆回來 然後可能 就適應了新疆 然後又不適應了台北 對然後就開始 就是沒有吐 就是一直腹瀉 可是 其實還好啦 就是我們劇組都很照顧 不斷的買 那種可以補充電解質的飲料給我這樣 這樣拍廣告都發生些好東西嗎 就是我覺得一天好像都當兩天用 因為 我剛剛說他們下山 太陽下山的時間是晚上11點 對所以 就是好像真的都不用睡覺 就是太陽在 就太陽在上面 就覺得 我應該要可以工作 躲在狀態裡面這樣子 也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一個禮拜下來 然後體力就是透支這樣子 其實我們已經討論11年了 對 然後 就是因為我們都很在乎 很很 怎麼講 很謹慎的把關 所以才會都一直沒有一起拍戲 對然後 因為我希望我們兩個 下一個作品是很好的作品 因為 藍色大門給大家的那個印象太深刻了 就是 他們兩個合作的下一部片子 如果不能夠超越藍色大門的話 那又何必要合作 所以 我覺得他們 花了11年在等那個 可以超越藍色大門的劇本 我相信會是值得的 因為 接下來出現的那個東西 就是 你一定要又夠好 然後又能夠夠吸引觀眾 所以 會得到大家更大的期待 會不會想要自己寫劇本 其實我自己也有在寫 可是我覺得 的 我可能駕馭不了 我寫不出來 沒辦法駕馭那個劇本 我一知道小美就是在那開北電影間 多厚 那時候實在 是 有安慰他嗎 安慰他 我覺得 我覺得 入圍已經很棒了 然後 相信 我覺得他的演技 已經也不用需要靠獎項來肯定了 對 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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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